六港團體在五月一號 勞動者要走上街頭 今年的大遊行有六大訴求 重點就放在的 反對薪水計劃緊急派券 國際有三十個民間團體結合 要就超過十萬的勞工 作為站出來 整齊勞動款頁 整齊勞工在港洲上 就做到很多不平定的台幅 那很多甚至大型的一些企業 都濫用這種派遣的那種方式 那這樣子的話就變成 他們可能會規避一些 法律上應該要負的責任 也有ETC外報之後 變最無投入的市委員 也出面說到說 到這時候也不知道投入在哪裡 生活和你困境 讓他不知道要怎樣 我們收費員由國家安置 不希望是由遠通來安置 因為遠通一直是 對我們是各方面的刁難 這幾年來 六甲息子派券問題 一直沒有在到改善 事件政府跟企業 想說要來進行經濟所優化 製造競爭主要做機會 不過六甲團體懷惱 到最後環島當時六甲受苦 讓資本家賺到競爭主要錢 為這些資本家 在節省這個所謂的成本 那這些成本往往都是在 我們這一個勞動的成本底下 在做思考 為了要進出合理的 勞動開業 有將軍三十個勞工團體 在5月以後 要讓萬人走上過路 目標是前進勞動部 主導的會放在 環島給薪水加金錢派券 憑下的提出六甲訴求 要求政府要好好中心 記者從哈佛特 有助理的